清晨杯狗人戰 眾人按下啟動鍵宣告第50屆世界清晨杯 繼吳文達紀念碑羽球錦標賽正式開打 還早來去年東京奧運羽球男雙金牌得主 林洋沛擔任宣傳大使 號召全民一起組隊打羽球 滿多親友組啊親子組啊 然後朋友之間一起去參與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在一般民眾都是一個很盛大的比賽 所以能夠代表大使我覺得是一個很豐盛的事情 就是很有意義啦 因為以前我那個國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有參賽過 那時候跟媽媽配 那時候我還站前排媽媽幫我站後排 結果到現在沒想到可以變成大使 所以算是一個很奇特的感覺 王麒麟和李楊從小就跟著爸媽一起報名過清晨杯羽球比賽 培養打球興趣到一路成為台灣之光 放完年假後回到國訓中心備戰 計畫從四月羽球全國團體賽 接下來參加市井賽 一路打到九月杭州亞運 全民羽球發展協會 邀請兩人推廣羽球運動 部分年紀都能享受運動樂趣 我在想他們奧運金牌之後呢 如果可以透過他們的號召來擔任這個宣傳大使 一定會有更多的球友 或是更多原本沒有接觸羽球的人 可以一起加入這個打羽球的行列 那可以讓台灣的羽球運動更蓬勃發展 連續舉辦第五十屆的清晨杯羽球比賽 以全民運動為號召 算是全國規模最大的業餘羽球比賽 任何人都能組隊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期盼透過交流球技 培養更多羽球愛好者 進而為台灣爭光 繼續休息明 特別報道